主持人的作用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出目手工皂 我是依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乾燥左手香與左手香粉的做法 再來就要教大家怎麼製作左手香粉 左手香粉它的用途 包括你可以直接加在肥皂當中 或者是你也可以利用左手香粉 來進一步的做左手香萃取油 左手香粉我們可以做成低溫乾燥左手香粉 我們也可以做成高溫乾燥左手香粉 這兩種低溫跟高溫 它做出來的左手香粉 它是擁有不同的香氣跟顏色的 尤其是你把它萃取成油之後 就會更明顯 我之前就是在我那一系列 就是盲測開箱七款 我製作的左手香萃取油系列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高低溫的左手香萃取油 它有哪些特色 那麼歡迎大家就去看影片囉 那麼簡而言之就是 這個左手香你經過低溫乾燥之後 再拿去萃取的油 它的顏色會比較的翠綠 然後但是它萃取出來的那個油 草腥味會比較重 那如果我們是用高溫去乾燥它 做出來的左手香萃取油 它的顏色會比較偏暗墨綠 也有帶一點金黃墨綠色 但是它的味道會比較香甜喔 所以如果以這個左手香萃取的 應用方面來講 如果我們用低溫乾燥去做萃取油 那這個萃取油呢 會比較適合拿來做手工皂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漂亮嘛 很綠啊 那如果我們是用高溫去乾燥我們的左手香 做出來的萃取油呢 就比較適合拿來做油膏 因為它本身的香氣會非常的甜喔 非常的濃 接下來呢我先教大家怎麼來製作高溫乾燥做手香 高溫乾燥呢顧名思義它就是用比較高的溫度 去對左手香做乾燥 所以首先呢我們就是談到這個乾燥的方法了 以高溫乾燥左手香來說呢 你可以選擇用果乾機喔 或者是用日曬喔 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製作 我們從這個新鮮的左手香喔 到製作出這個乾燥的左手香粉呢 其實會損失掉非常多的水分 那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也會稍微有一些耗損喔 那麼根據我的經驗喔 大概會損失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水分 也就是說一百克的新鮮左手香 只能製作出約五到十克的左手香粉 好換言之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五十克的左手香 你就必須要處理將近一公斤的新鮮左手香 好這樣的量是蠻大的喔 所以呢你當然也可以去買這個坊間販售的這個左手香粉 但是你是沒有辦法掌握他們整個製作過程的品質的 你自己做出來的喔 這個味道喔是絕對無法取代的 大家喜愛天然萃取 然後又喜愛手做的話呢 我是建議大家最好可以自己種植喔 然後自己來製作你的左手香粉 我們先來介紹使用果乾雞來製作高溫乾燥左手香粉 那這些左手香就是已經我們已經清洗乾淨 然後經過晾乾一天之後 其實它已經有稍微一點脫水的現象了 拿出我們果乾雞的這個金屬盤子 將這個新鮮的左手香呢 將這個新鮮的左手香呢 鋪排在 果乾雞的金屬網上 如果你長時間都要處理非常大量的左手香 那你就需要購買一台更大台的果乾雞 那我的果乾雞呢 就是比較小台的果乾雞喔 對於我自己製作家人們使用的這一些植物乾呢 是足夠的了 通通都鋪滿之後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左手香 新鮮左手香就送進果乾雞囉 再來就是要設定溫度跟時間 那我這一台呢就是按下中間的按鈕 那這邊就有溫度跟時間可以做選擇 那以溫度來說高溫乾燥 我會用60度來做乾燥 那麼時間我會先設定到最高的時間 就是24小時 那根據我上次的經驗呢 我們大概需要30個小時來做乾燥 好那我們先按啟動吧 如果你沒有果乾雞的話呢 當然呢也可以做高溫乾燥左手香 但是就是要比較好的天氣 那方法呢會更簡單喔 我們就是把這個我們的新鮮的左手香喔 全部鋪上 你可以把它鋪在像我這是塑膠的板子上喔 拿到太陽底下去日曬就可以啦 那你們自己呢就找比較適合來鋪左手香的一個容器 可能是板子 那鋪的方式就隨性啦 就是盡量讓左手香可以不要重疊 好彼此分開 這樣子不但不需要做果乾雞可以比較省電 而且呢一次也可以處理比較大量的左手香 但前提就是天氣要好喔 你如果量不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在不鏽鋼盆 或是不鏽鋼盆內喔 這樣子再放在太陽底下的話 它可以加快我們的乾燥速度喔 我現在就把我的左手香放在我們家頂囉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太陽慢慢升起了 那這樣子大概會需要三天的時間 但是如果陽光不夠強 或者是你的左手香含水量比較高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顆星期的時間才能夠完全乾燥喔 太陽下山之後就記得要拿回室內喔 不然呢又會再遇到水氣喔 變得潮濕 好因為剛才計畫跟家人出了一趟 我今天就不在家 我很擔心我的左手香可能會飛走喔 所以呢我就改把它們放在這個量造欄當中啦 好這樣子他們就應該不會飛跑啦 那就先讓他曬個一天再說吧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下午的兩點半 那這就是從這第二天的早上大概七點開始喔 那一直曬到下午兩點半差不多這個時間 好大家看喔 經過了不到兩天啦 的時間 很多左手香已經變成這種 酥酥硬硬的狀態了 但是有一些呢 還有一點點的綠 那我就決定先把這些已經酥硬的左手香 我們就來做一個收集起來 那剩下的一點點呢 我們就繼續再讓它曬個 可能一天左右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那我們就先來收集這些已經曬乾的左手香囉 那如果你要做這個 左手香的乾燥的話呢 盡量就是讓它能夠達到這種有點酥酥脆脆 稍微不要一下子就整個碎掉 但是要有一點酥脆感 這樣子它的水分喔 才是徹底的乾燥 你們其實也可以聞聞看這個香味喔 嗯真的是有 我蠻喜歡的一個乾燥香草的味道 它除了左手香本身的味道之外 它好像還散發出一股青草茶的甜味呢 好那這些還沒有完全乾的 我就給它擺在另外一個小籃子裡面 其他的我就收起來囉 好那這些呢我就用密封 蓋子把它密封起來 就剩下這些囉 大概還有20%的做手香 就讓它再下個一天應該就都OK了 好我又經貨一天了 看看這邊還是有一些這個新的部分喔 好像要乾燥是要比較久的時間 那麼其他的呢 大部分都可以聽到這個脆脆的聲音了 好所以我就決定 這個部分可能就暫時不要使用也沒關係 我就把脆脆的部分留下來 那這個呢可以就是擺在太陽底下 或是擺在室內讓它慢慢的自然乾燥 那我們就把這些通通都收起來吧 那剩下的這些我們就收集起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一次 300克新鮮的左手香 到底有曬出了多少克重的這個乾燥左手香 好我剛才打開來喔 這非常香甜有一種梅子味呢 好這裡是25克 再加上這些 好這邊有 哇30克的乾燥左手香還不錯喔 就是我們有得到10%的這個乾燥葉子喔 雖然在有一些好像還可以再乾燥一下下 好那我們就把這些一樣收進我們的一個密封盒 或者是密封罐裡面 那到時候我們要來製作 使用這個左手香粉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把它打成粉 再來就是製作低溫乾燥左手香粉 那麼它需要的新鮮左手香比例喔 跟高溫乾燥左手香粉喔 大約是相同的 好那我們乾燥的方式呢 你可以選擇過乾機 或者是室內除濕機來乾燥 或者是用半室外來做自然乾燥喔 首先就是你清洗好 然後呢 硬乾一天的這個左手香粉 我們要用我們的電動攪拌棒 來把它打成泥 我們在炸左手香原汁的那一集 我們已經有教大家怎麼樣 我們要把新鮮的左手香炸出左手香原汁了 好 那方法呢就是差不多的啦 反而是更簡單一點 就我們不需要炸到它變成汁 我們只需要它打到變成爛泥就可以了 切記不要打成汁喔 在做的時候也是建議大家都戴上手套 不然呢這個左手香的汁液喔 會把你的指甲、指甲縫都染成黑色 如果你有做指甲的話喔 就會變得有點和和黑黑的 那如果你有做指甲的話呢 就可能會讓你的指甲染色喔 那我們就一樣是把這個左手香葉喔 先把它剝成細碎狀 等於是把它的粗纖維先破壞掉了 另外呢我們在打的時候喔 是用一個容器 那我們可以準備另外一個容器在旁邊 好 一旦我們這打成比較碎的泥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到這個容器當中了 因為我們不希望全部攪打成汁喔 這跟炸汁呢還是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現在我們可以先來製作 第一批的左手香泥 好 大家可能有點看不到 好 現在呢剛開始打它就已經變成了碎粒狀 那為什麼我們要打成泥呢 那為什麼我們要打成泥呢 當然就是會方便我們做乾燥囉 當然是不需要打到非常爛非常稀的泥啦 其實可以說是新鮮的左手香 嗯 細碎粒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還沒有出汁 把它倒出來給你們看 看起來大概就是像這樣子的狀態 看得出來嗎 好 它就是切得非常非常碎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把這些 剩下的左手香都打成這種 接近泥狀的碎葉 家記得一定要分批來做攪拌喔 不然你有可能喔 有的左手香葉片還沒有打碎 可是其他的左手香葉片 已經變成稀泥開始出汁了 好 這樣子呢就不太好囉 現在我已經把所有的新鮮左手香 都已經把它攪碎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做乾燥囉 那乾燥呢 我們可以用果乾雞來乾燥 拿出你的果乾雞的金屬的網子 然後呢我們使用廚房的烘焙紙 我的這個果乾雞比較小台 所以它可能會超過這個範圍喔 好 那麼你就再把它做一個剪裁 然後剪裁之後就會像這樣子囉 好 把這個剪短一點 然後呢邊緣的地方喔 也是盡量把它的圓弧形剪出來 好 剪好之後我們就把左手香泥 把它鋪在烘焙紙的上面 這樣子等一下就可以進入到果乾雞中了 那在鋪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盡量可以把它分散開來 不要重疊的太厚喔 這樣子呢乾燥的時間才可以縮短一些 那麼如果你沒有果乾雞的話也可以製作喔 製作方式就是你找一個托盤 然後一樣把你的這個左手香鋪在托盤上 天氣好的時候呢 你可以放在你的陽台上 那切記喔就是不要給它曬到太陽喔 那麼放上去的時候 我們呢要放上一張紗布 避免蚊蟲靠近 好 就像這樣子啦 那如果天氣不好的時候 然後你就把這一盤呢放在你的儲濕機旁邊 這些我就要來把它放入我的果乾雞當中 再來呢就是設定溫度 那麼我這台果乾雞 它的最低溫度是35度 好 那我就用35度 然後呢我先來設定 15個小時 好 啟動 這一盤我就是放在工作室的窗邊 讓它做自然乾燥 大家早安 這個呢就是我們用果乾雞 35度15個小時風乾的 低溫左手香 你看喔 已經變成這樣 發出這種 吹吹的聲音了 就代表它確實乾燥囉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三個都是這樣子喔 好 沒錯 這個可能還有一點點軟 不過 基本上它算是都乾燥了 那這一層我比較厚一點喔 對 沒錯 它是 都乾燥了 這個呢就是我們放在這個陽台 或者是你的窗邊 自然乾燥的那一些左手香 好 那麼 它摸起來喔 就是還有一點點微濕 我覺得大約八成 七八成乾左右 好 那這樣子呢 其實 在今天經過一天的自然乾燥 它也會得到 也會真正完全乾燥了 就得到我們要的這個低溫乾燥的左手香喔 好 那麼這些部分喔 我們就先把它收集起來 一旦你有乾燥好 你就用密封罐先把它收集起來 當你需要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打粉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打得越細喔 它接觸的空氣越多 那它會散失掉的成分就越多 直接是用葉片做乾燥是最好的喔 但是如果要用葉片來乾燥 低溫乾燥左手香的話 需要非常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採用這個方法喔 但是我們乾燥完之後 我們可以先把它密封起來 然後先不要打粉 不要接觸空氣 等到我們確實要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做打粉 好這樣子呢 可以保留最多的這個左手香的成分在裡面 好 那我們就先把這些裝起來 這部分呢 我們就繼續放在陽台 讓它再乾燥一天 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那麼我們現在都得到了 兩款乾燥的左手香喔 這一個呢 是低溫乾燥左手香 那麼這一個是 高溫乾燥左手香 那我們把它咬出來看看 另外呢 還有一些我已經打成細粉的乾燥左手香粉 我也倒出來一點給大家看 好你們看 這就是 低溫乾燥左手香它的色澤 那我們看它是什麼味道喔 哇 其實呢 其實呢 雖然我一直說它有草腥味喔 但是呢 低溫乾燥左手香 其實有一個蠻迷人的青草味呢 除了那種一點點的草腥味之外呢 它其實有很美好的左手香的氣味 很清新喔 那麼這就是 高溫乾燥左手香 它的色澤 它的顏色會比較接近 和色 那我來聞聞看它的味道 哇 它有一股 酸酸甜甜的梅子香喔 那麼另外呢 這就是 打成細粉的左手香粉 好 那你們可以先不需要打粉 就像我之前教學講的 下一集喔 我就會來教大家 怎麼用這個乾燥的左手香 來製作兩款非常有特色的 左手香萃取油 那麼那會是一支會員影片 也希望大家到時候 加入我的會員來收看這支影片 你就可以知道 怎麼樣製作很棒的乾燥左手香萃取油 這個方法喔 也可以應用在其他的乾燥香草當中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